香港百和會館星期一舉行新春團拜五宴 主席汪明川和羅家英也有出席 並邀德特首李家超 全國貞協夫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和霍啟江出席 香港百和會館仍在五個月後換屆 問到阿姐會不會連任主席 我會考慮 我會考慮 為什麼考慮 因為我已經做了十幾年 前後做多二十年 我也覺得做得很久 或者應該給其他人機會 而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 MIRROR三子 Jeremy李俊傑 Edan雷俊安 和Anson Lo Lo Hunting 向阿姐和嘉英哥拜年 他們更加來過中西樂器演奏 原來他們不懂唱風六年 反而會唱迎春花 好笑 但Edan和嘉英哥二妹和小婷合都幾好 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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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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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有什麼搞作 你說 應該搞完唱會 不會想一下 真的 沒想過 大家在不同的台 是否特別喜歡他們三個 有些緣份 主要Edan和嘉英哥有合作 拍過東西 那時候都相處了整個月 對大家都很了解 又玩得 你知道嘉英哥是大小孩 其他幾個都很乖 其實 Anson Lo去年也有來 Jeremy 這次第一次 做了很多東西給他們吃 上海種 雲吞 蘿蔔糕 當然 他們很期待 還有煲了一個雞湯 花旗參雞湯給他們 至於契女謝婷婷早前回來香港 阿姐就說 有和對方見面 亦都第一次見婷婷的女兒 很美女 和很乖 很識性 她媽媽教得很嚴重 給你東西 你一定要謝謝 很多東西都 很美女 又高 腳很長 像媽媽 對 有點像